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财富 当然在美国的礼拜五股票市场里面 美国公布了新增的就业数据 这数据人数事实上是比9月份的数字 整整少了将近10万人 出来结果只有10万出的人 当然因为这个数据 美国10月份的失业率则是4.1个百分点 但美国薪资的成长幅度 平均成长幅度达到0.4个百分点 比市场预期的0.3个百分点 还来得多0.1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消息在乍看之下是一个坏消息 就是就业的人数有比9月份足足少了一半 但仔细看这里面充满了好消息 第一个美国就是希望就业的人数要减少 这样使得通膨能够持续下滑 美国可以持续的降息 所以就确认不管美国总统是谁 那么11月7号 11月8号 美国就会降息 降息幅度是一码 因为这消息出来是确认美国就会降息 那因为呢 他的就业人数呢 回复到一般的低相对低的水平 也就是10到12万人 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 那另外一部分呢 更令人开心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失业率呢 还是维持在4.1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呢 也算是中性的失业率 那令人更激愤 更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的薪资部分 月增率从市场预估只有0.3个百分点 结果是0.4个百分点 也意味着呢 美国企业虽然 他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的增加聘雇 但是呢 被聘雇的人薪资呢 是有被调高的 那也就反映了美国经济 其实是不错的 确实啦 美国第三季也交出了2.8%的GDP 就美国来说 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所以就是说美国经济 相对来说是具有韧性 而且通膨正在走向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么也就代表是美国股票市场 基本上应该还会有明显走高的格局 加上陆续许多的这些大型的 包括微软 谷歌 Meta 还有这个Amazon 都陆续公布了财报 那么最新的黑马是谷歌 谷歌最新公布 它在整个资料处理中心 就是云端设备部分 现在排名是第一名 它的投资在暴增 这个消息当然 在这几天你也看到 包括广达 伟创 还有伟影 音业达 这些股票 就是跟伺服器有关的股票 其实表现相对是比较稳健的 即便外资卖超台股 但是针对这些所谓的伺服器的概念股 外资可不敢太卖 另外一个重磅消息是 联发科加入了世新KY的私募 我们知道之前世新KY 针对Amazon有开一个私募 也是Amazon首次在台湾 加入台湾的私募 表示双方的情谊非常的重要 但是基本上现在要多一些新闻 就是世新的私募 已经有联发科来认购 我们知道之前的联发科是买郁钛 后来郁钛股价连续上涨一个月 飙升得非常凶悍 因为双方表示双方的合作默契 会大幅的提升 毕竟这些产品都需要IC设计的支援 所以世新跟联发科的合作 我们估计应该是跟联发科 要积极的去发展 在明年要正式的进入到 X86用ARM的架构来做设计 就是台湾首款的AI中央处理器 在明年第二季可能第一季 就会正式上市 其实今年就已经听说了 9月到11月之间 这一颗晶片就应该做出来了 它是三家公司一起合作的 有ARM的技术支援 就是我们说的架构的支援 同时间有辉达 跟联发科的合作 那么会是目前第四科中央处理器 就是除了Intel AMD 还有当然Wayson说也有 不过主要在中国 这部分对Wayson来说 确实它获利有增加 不过增加幅度只有0.4元的EPS 所以Wayson的股价 在操作过程当中 记得这是一档 非常技术面的公司 就是你不能保证你 一定在基本面 它是没有办法给你保证的 只能在技术面上去操作 好 那回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全世界第四家做中央处理器的公司 将要诞生的就是联发科 跟安抹 跟这个辉达合作的第一款 X86 以安抹架构做了中央处理器 这件事当然值得期待 那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现在ARM正在跟高通做诉讼 因为微软这一次非常特别 因为微软过去都是跟Intel合作 但今年发生重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Intel的AI晶片的速度 也很慢 而且最主要事情是 它没有用台积电的技术来生产 那这件事情 当然让这个微软感到焦虑 因为毕竟所有的伺服器 现在或者是笔电跟桌机 所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当然一定要用到台积电3奈米 好那当然后来就是 Intel就决定 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台积电脑 但是这个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让微软决定跟这个高通来合作 因为事实上这个Pilo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I处理器 就是AI搜寻网站 早在去年就已经出来了 可是呢 Intel的AI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呢 动作真的给它稍微慢了一点点 迫使微软就跟高通合作 这件事让高通是不可一世 也股价有一波大涨 那安姆来个釜底抽薪 因为他跟联发科合作嘛 所以呢他就跟高通 这笔专利权可是要收的呢 好所以双方呢进入诉讼 这个一旦进入诉讼呢 就有趣了 这会让联发科有机会突围 所以联发科呢 私募了中心的 是新KY的私募 这背后是不是跟这片晶片 有关系呢值得关注 好那当然回到了 在礼拜五的股票市场来看的话呢 在亚洲股市呢 基本上是全军覆没的一个状态 除了台湾的这个贵买 是上涨0.27个百分点之外 还有香港恒生指数呢 有稍微走高 走高了0.93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 礼拜五的亚洲股市全军覆没 那么日本股市呢 跌幅跌了2.79个百分点 指数呢 从原本要攻往4万点的方向呢 回落到38009点 我们称之为川普交易的震撼弹 那么南韩指数呢 也是下跌 跌了0.54个百分点 中国股市呢 以深圳A股跌得最凶 在礼拜五的深圳A股呢 一口气暴跌了 2.31个百分点 这跌是相当的迅猛 但是这个跌呢 也就意味着中国撒币呢 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是要留意的 那我们知道最近很多朋友 有看到就是 在亚太地区的基金呢 表现得非常卓越 那这亚太基金里面呢 其实有大部分是在中国的比重 你要留意这个风险 因为万一真的 中国遇到一个 他们最不想要发生的事情 就是川普当选的话 那么可能中国的市场 会遇到很大的瓶颈 这点一定要留意 因为贺锦丽的夫婿 至少之前 曾经在中国工作过 在中国也有一些投资的行为 那据了解贺锦丽的夫婿呢 其实也是中国 在过去20年高速发展的受惠者 所以贺锦丽可能对中国 比较不会那么的像川普 有那么激烈的一个攻防 当然最近贺锦丽 透过了世界日报表达 就是对于台湾的感谢 希望得到这些台裔人士的选票 不过呢 话说回来 就是中国其实最担心的 就是川普会当选 那川普已经不止一次的表态 他对中国的关税呢 起跳是60%到100% 在电动车部分 他会科增到100个百分点的税金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也特别提到 就是贺锦丽跟川普 最大策略不同的地方事情是 贺锦丽会延续川普 补贴的政策 就是你要这个清洁能源 我补贴你 你要这个晶片 我补贴你 你要开动电动车 我补贴你 用补贴的方式 来刺激大家购买的欲望 但是川普所做的方式 正好相反 他是以提高关税的方式 比较是印度的做法 就是你必须在美国生产 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 我就克你高关税 所以比较是类似锁国的态势 比较像印度这样的作为 所以他对一半国家呢 可能会调高10到20%的一个税金 可能也包括台湾的晶片 好那但是呢 对于中国他的税率呢 可能是60%到100% 而且要终止克林顿 跟中国签的最惠国待遇 也就是说在中国 卖到美国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零关税的问题 全要磕税 这对中国的经济 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好 另外一部分 所以中国现在都鼓励民众买中国的国产车 而不是买进口车 就厚持国内的制造业的实力 因为一个汽车业 其实所使用的零组件 会让百工百业有机会增长 其实也包括台湾的这些机械产业 因为我们台湾的机械业 所生产的这些机械手备 中国人是觉得不错了 就是相对于品质 相对于中国自己生产的台湾的机械手备 是比较值得信赖 工具机 好 这是题外话 那回到现实面来看 就是事实上欧洲 也真是对中国的电动车 已经调高到45%的一个关税 那最近发展的状况是 中国国外的汽车 就是非中国制造汽车 在中国的库存 大幅的攀升 你能想象 就是Poach的这个凯燕 凯燕 不是另外一个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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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第二款 就是我们说 不是凯燕 凯燕比较贵 第二款在中国 竟然只卖到160万元 160万元 这个车在台湾 至少就是你起跳价 就是280 好 那你可以装到400500都可以 但是起跳价280 但在中国呢 已经只卖到160万 那我看凯燕 价格也不会太贵 那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库存的问题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要刺激 本土制造业因应川普冲击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现在有几个字眼 叫Trump Trade Trump Pray 还有这个Trump Impact 那这些都是目前来自川普 所以川普真的在 他的言论是确实在媒体上面 是比较好下标的 不过最近川普所支持的股票呢 已经有明显获利了结的态势 那应该指数呢 除了马来西亚 是上涨之外呢 是全面走低 那我们比较担心是印度 那么印度的指数呢 现在维持在79,389点 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已经正式跌破8000点 这波跌了大概有7000点左右 算是跌势比较凶猛的地方 好那另外呢 因为川普也对越南下重话了 对越南可能也要 结束最后一国待遇要科关税了 那所以越南的股市呢 也表现的是相对比较疲软 反倒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在欧洲呢宣布对中国电动车 要科45%的关税之后呢 欧洲股市呢 有明显的大涨 那么在前天的时候呢 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其实德国股市就已经有明显的走高了 那礼拜五的德国股市呢 持续走高上涨0.93个百分点 那么整个泛欧指数呢 是上涨了1.04个百分点 就是道琼欧洲50 那其中荷兰呢 是上涨1.08个百分点 也就意味着 意味着就是艾斯莫尔的表现呢 应该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是我们看到 在整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呢 应该那欧洲会不会脱离 这个川普效应呢 好这个就不敢说了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也 都有受到乌克兰 还有中东的局势的一个发展 好中国欧洲股市呢 都有比较大的跌幅 特别是前阵子传作 乌克兰的领土 又被俄罗斯占领一大片 那也造成了欧洲股市的一个震荡 那回归基本面来说 欧洲的基本面 是有避免衰退 所以并没有那么悲观 好那回到了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难得意见 是各大指数 基本上是全面的走高 全面的走高 那这个 这个非半指数呢 是上涨了1.11个百分点 那么道琼上涨0.69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上涨0.8个百分点 标准500指数呢 则上涨了0.41个百分点 分项指数里面就是这个 尖牙指数呢 那么是FNG 是上涨了1.05个百分点 那么台积电呢也是走高 这是在礼拜五呢 似乎选举已经到了几 快要末段的时候呢 市场有没有回到基本面呢 非常的意外 好那当然最主要是 礼拜五股票市场上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10月份公布的就业数据 足够证明一件事 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在10月7号 到10月8号 美国联准局确实会降息 好会降息 这是这个消息激励了美国股市 那当然小型股呢也是走高的 但走高幅度呢 还好啦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呢 应该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礼拜五的表现呢 非常的好 上涨了1.26个百分点 但是呢 因为台积电有特别提到 就是COAS要调高三成的价格 COAS要调高三成的价格 那当然COAS针对就是挥达 因为挥达用的是COAS 那这个美光啊 或者是这个苹果 他们用的是Chibellet 那部分的商品呢 是用3DIC 那COAS当然针对是挥达 可见GP200真的是供不应求 所以呢 他调高了三成的价格 那同时间产能还是不够的部分呢 外包给日月光 所以日月光呢 也做了大概是56亿元的资本支出 针对COAS来扩厂 所以今天包括万润啊 菌华都可能会受这个消息影响了 有机会 还有门利 可能受到这个消息 门利当然主要是因为 星星下了大单 星星下了大单 所以呢 这些股票呢 很可能今天会有些表态 那日月光呢 在礼拜五是ADR是难得一见 大涨了3.35个百分点 当然COAS的收费者 不是只有日月光 也包括了金元电 另外一部分呢 连电经过连日下跌之后呢 昨天也 礼拜五也呈现大涨的格局 涨幅高达3.22个百分点 好 回到个股部分 高通上涨1.54个百分点 灰达上涨1.97个百分点 好 这是在这个 整个股票市场里面重要消息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新闻 这个真的要买灰达啦 好 如果你没有买灰达的话 你一定要去买 比如说富邦未来车 或者是买 这个费城半导体ETF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呢 灰达很可能 会取代英特尔 进入到90 好 再说一遍 灰达很可能会取代英特尔 进入到90 这个消息对灰达股票市场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正面 那目前灰达的股价呢 是135.37美金 但有分析师这么认为 未来灰达的股价呢 会上看到这个800美金 我的妈呀 这太可怕了 好 当然 刚才说的 其实比较重要的几则新闻 就是我们10月份 台湾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呢 是回升到50分 那么表示我们制造业呢 是由这个微微的衰退呢 进入到复苏 那联发科的子公司 联发资本呢 认购了世新KY的私募 总共买了40万股 那比例是0.56 那美股认购价呢 是1627元 好 当然 这1627元 这个不会释出到市场啊 好 因为这是联发科的私募 但是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世新KY 他最近要做法说了 那在11月1号的法说呢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客户下单呢 稍微有点谨慎 好 但是呢 预计的成长幅度呢 还是有20%到30% 是低于市场的预估 但是他跟联发科的合作呢 则是值得期待 那目前世新KY的股价呢 回升到2000元 但是我们知道之前 它是4500块 是蛮辛苦的 好 那当然在今天的重点 还是在11月份的股票市场 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呢 第一个消息 当然就是四大云端服务业者 他们公布的季报 预估呢 整个投资金额高达 2400亿美金 2400亿美金 好 那这部分呢 对于包括了伪创 伪影 音业达等等来说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好 另外就是台积电 决定要调告COAS 最多是两成 那这个消息 当然明显对于 红素万润 君华 君豪来说呢 是一个大消息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台积电扩大COAS的 委外效应 那么日月光呢 收到这个消息了 所以决定要扩大资本支出 好 那当然 另外一个状况来看呢 这个总共投资在 细品的部分是200亿元 厂务建设是63.19亿元 那么采购设备呢 是131.37亿元 累计今年下半年 投资金额是高达了 470亿元 这是日月光 因应COAS需求 所提供的投资部分 那这部分的好消息 对于红素万润 君华来说呢 是有好消息的 那至于蒙利呢 则是拿下了新兴的订单 那有机会让他的 当然蒙利现在也切入到 COAS的设备 那据了解呢 现在已经有集单进来 手上的订单呢 是去年同期的三到五倍 好 当然我们知道 最主要的要件呢 还在技嘉跟伟创 这提供大家做参考 汪洁明财富Wonderful Podcast版八点半 准时更新 开盘前重大财经讯息 Flow街 各大Podcast平台 请订阅 汪洁明财富Wonderful 年轻人财富Wonderfu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